《財資大道》 繼續回來這一節就是《財資大道》 請到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零售方面的情況 這輪都是一浪子一浪很多不同的城市 亦有很多不同的優惠推出 請來這位嘉賓就是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功能界別的議員 邵家輝 Hello Peter 你好 早上 Peter 早上 Grace 明天做冬很多人出去吃飯 又買聖誕禮物這個禮拜 整個市道在通關復償之後 曾經一度大家的期望過高 有些落差 現在最新的情況聖誕 美國是否會為零售市道帶來一些氣氛 這輪是否會好一點 因為見到很多不同的商家都做很多不同的promotion 連帶就是女法局甚至是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都有不同的優惠推出 是否會好一點呢 近來就是接下來的冬節 或者是聖誕節 有不少的商戶其實推出不同的優惠出來的 目的都是希望可以 帶動本地的經濟 或者遊客來的時候 就多拿一些好處 就希望做多一些生意 正如文傑所說 事實上在全面通關之後 本身有很多商界 就希望可以做回之前那幾年的生意 不過就有一點點是不似預期的 那個遊客過來呢 其實現在都回復了七剩幾的了 如果那個零售數據 對比回在2018年的同期的話 上個月都差不多回復了85%左右 但是本地的市民呢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星期五六日 有不少朋友喜歡上去大灣區遊歷 那我之前也所說 就算是一個星期七日 有三人不在香港 就算設置 就是豉油 其實都自然是會用少些的 等等這些呢 對於一些用品 或者食品的話 其實是有些壓力在那裡的 甚至乎我聽到一些北區住 就是北區的地方的商店 就算走著 有些市民現在去買菜 都可能回到過去 真是糟糕 跟他們有些落差 因為你想到疫後復常之後 原本應該北區 或者新界那邊 其實那些店舖會熱鬧一些 原本預期 因為多了一些內地旅客來到這邊 但是現在反而是反過來 這個趨勢我相信 就是都會延續下去 因為第一就是 在那個大灣區那個 一小時的生活圈 其實交通上很大方便 第二就是在內地的城市 其實推出很多優惠給我們的香港市民 當然其實我們是 謝謝他們 但是我們都要努力 就是七百多萬市民上去大灣區之餘 看看大灣區有七百千萬市民 那政府可不可以 將過去那個叫一周一行 轉回來做這個一籤多行 甚至乎要擴富去到大灣區的朋友 是 可以等一條數 第二就是在 自由行城市那方面 其實有些地方 都未曾完全開放了過來香港 可不可以有 在這一方面幫幫忙呢 那你自由黨要多加力度 不同渠道反映這個市道的需求 始終疫情我們困在香港幾年 上下深圳大灣區城市都有新鮮感 那你只是單灣區9加2 你都行十次 那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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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香港人有時間去玩的 但是這個潮流 我們看回世界各地的大城市 疫情通關復常 他們開關之後 都大概18個月才 這次叫做經濟會回復正常化 那香港都是2月港才開 那你看明年 是不是市道會好轉呢 我想其實有幾個大因素 第一就是在那個 雲觀的經濟上面 那 因為當全面復常之後 大家見到香港的股票 其實就是 金融市場是一般般 樓市其實現在都是受壓 出口的數字其實 又因為地緣政治 其實是不一般的 那為什麼 近來其實不同的政府 就是政府做了很多不同的項目 都是希望在振興本地的旅遊 或者去鼓勵香港市民出去 外面去消費 其實都用了很多力 不同部門都有參與 這個城市一浪自不浪 是的 很多 就是希望可以搞多一些大的城市 那而 除了政府的落力之外 那業界都要 我經常都提醒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幫忙 正如剛才Grace開頭說 就是女法局 或者領受管理協會 等等那些 組織的話 都希望可以退出多些優惠 給市民或者遊客 令到本地的氣氛好些 另外政府 都在九月初開始 就已經著力搞這個夜奔分活動 一直延續到 重頭戲 廟街的夜市 廟街方面 剛剛在月中開了 其實都相當熱鬧 加上年度盛市一浪自不浪 你自己看成效 或者刺激作用有多大 應不應該繼續推廣 先說夜奔分 在三個不同的地方 他們去舉辦 數字的結果 告訴大家 其實有27萬人次去過 如果那些小小的當口 那些老闆都走出來說 那些生意 比他們與其中 多幾十倍 甚至一倍 所以 在人丁 人才 我相信都是涼黃的 但是怎樣去延續呢 政府當然要不斷轉變 否則那個地方 每次都是做那些 那些朋友去一次 兩、三次 其實就會覺得好像 沒有新鮮感 那就是要新鮮 那我見到在夜奔分的活動 做了三個月之後 我見到他們的主題有上改變 就是買的東西 或者做的活動 那是一件好事來的 第二就是說 剛才那個廟街那裡 就是另外一個項目出來 除了在剛才那三個夜奔分的位置 又在油麻地 那我見到其實大家都 其實都是人頭湧湧的 那因為香港市民都正如說 據所說要新鮮 那有個去那邊吃一下 逛一下玩一下 也都大動到周邊的食事店 我昨天聽到那間說 都升了三、四成 那這些 如果政府在不同的區分 可以想到一些特別的項目 那可以一來幫到市民 就是本地的經濟 讓市民有很多活動 第二就是 在當區的經濟 其實都會有幫助的 不過我也是說一句 分開做 就不要同時間 十八區一起做 不要一個週末裏面 有幾樣不同的活動 市民想參與 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參與 我周末記得 八點有個煙火 和家人去到餐廳 看到煙火的位置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 很特別的 看到維港的夜景 又有煙火 這些宣傳其實 夠不夠呢 遊客知不知道 我們有做了這麼多事情 特地在八點去看煙火 知道的 那個八點的煙火會在香港 加上雷射 其實都在香港做了幾年 聽說可以加了一些麻 加多一點煙火 不過我相信可以 現在科技說可以多元一點 尤其是無人機 曾經在夜昏昏的時候 都在維港出現 很受歡迎的 如果無人機那晚的表現 又可以重用 環保一點 看來感覺比較 那些人有點震撼 好像這一類的活動 也希望政府 鼓勵一些業界也好 那些朋友多些創意 讓我們的元素 比其他地方不同 夜奔芬繼續延續 其中一個就是 油麻地的廟街 成為了夜奔芬的一部分 抹化了之後 你有下去了嗎 都去看看情況 我自己還沒下去 因為廟街 其實每家都是小弟負責 不過今次 我知道廟街的主席 陳主席 他們很賣力 他們一路 之前統籌的時候 我一直都跟他聯繫 陳錦榮 雙反方議 甚至乎有些朋友 有小朋友跟我說 想加入 突然找過他 不過其實都幾早 就已經爆炸了 而大家見到 成績其實很好 陳錦榮主席 大家見到 廟街雙反商會主席 主席要幫忙掃垃 副市長又去賣小吃 這些都是大家一起去 把市道的氣氛 推高 而幫助相反之外 其實都會令遊客 看到香港 已經有多了一件事 我們要不斷加多些元素 但是廟街過去 有些占卜 有些歌廳 這些都還未完全回到 是不是這些地道文化 還要推一推呢 我想其實他的位置 和距離是有少少的 所以怎樣去把廟街 現在新的地方 和周邊原油的東西 其實他們要讓遊客知道 那裏還有其他地方 還有其他地方 那怎樣去扔到其他地方 不單止扔到那裏 最好扔到整個區 有些說 廟街就是市中心 希望能夠帶往到 佐敦 油麻地 以至旺角方面 一些街鋪 食肆 或者其他零售店鋪 但是海濱方面 有時出了去出便 未必真的能夠帶往回那裏 譬如灣仔海濱很熱鬧 但是灣仔區方面 他們說 區裏面 其實晚上都還是很冷清一下 其實怎樣看這些現象 看看那個 如果在灣仔的位置 比較獨特 如果大家看到 過去都要經過英軍那裏 就是其中一個方向 如果不是在銅鑼灣那邊過去 走過去的位置是遠的 我猜是政府當時選子 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擔心 噪音會不會影響到這些市民 不過這次在廟街這個故事 告訴大家 其實旁邊就是樓 一旁就是 如果時間不是很長 都很近民居 其實 而那個清潔衛生那方面 大家要落力 不要讓市民覺得 外面好像很骯髒 我相信那些朋友其實都可以接受 因為如果你不遠 開其他的商鋪 其實你會帶動到 如果太遠的話 其實那些朋友可能 走了之後 可能去了另一個地方 對 這個真的是 國口特色 互相嘗試 搞完廟街 我就搞女人街 再又回街 女人街其實很多商鋪都期待 看看何時輪到他們 可以幫忙搞亂 還有很多條街 逐條去帶動興旺 但我想問 曉骨輝其實要搞亡這些興旺 剛才說了 可能附近都有一些民居 例如清潔 或者升浪方面 不可以這麼大 其實如果要做這個配套 再次都需要人手 其實我們現在的 立法會有個同意 就是希望輸入大灣區的人 過來幫忙香港 其實大筆數通過很感恩 而第一 很多不同的黨派 大家都感受到 受到這個壓力 而政府在5月份 公佈說要做 9月4日已經正式可以申請 給朋友過來 我聽說現在其實在過晚 中這些事已經是申請 政府的承諾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申請 大概三個月左右 審批上面要快一點 三個月左右 比以前的時間其實縮短了 如果計算時間 其實現在應該 開始有些人應該可以過到 批得到了 如果是 明年第一季很多人都說 我估計應該是 過完這個十月 即一月就是第一季 那些朋友會陸續過來 希望在人力各方面 補充 否則說你不及人手 怎麼可以有好的服務 內地經常說 北上消費 原因就是上面 人手充足 你深圳來了就是深圳人 沒有分的 你揹個揹包去打工 所以年輕力壯 服務員 銷售員 他們發展的商場 都很有智慧 即我們在香港行慣商場 就是空調 內地的商場 原來戶外的比例是很高 反而有空調的位置是小部分 香港比較難配套到 對 我們習慣了空調 反而來自內地人 經常問我們為什麼 香港最高的空調 我們有沒有互相學習的地方 可以令我們的零售多元化呢 我相信一定要努力 那些發展商 或者商場持有的人 商戶 都應該多上去大灣區 去理解一下 考察一下 是嗎 理解一下為什麼 這麼多朋友 其實在上面玩得這麼開心 上面當然性價比 給我們優勢 包括租金 人力 是嗎 而他們的地方 真是大 有些商場大到 香港其實要比較 要找個地方去學習 其實都很難 都相當困難 我們其實是寸金尺土的 所以 但是他們一些的 新穎的吸引點 例如活動的場所等等 其實這些 可能其實可以去參考 也都一定需要去參考 而戶外的地方 看日子 我相信好像現在 這個天氣很開心 如果夏天的話 那些人都會捐回去 冷氣房 近一年香港 其實也有不少 新樂城的商場 包括啟德、大維、王竹坑 逐步都是有些相互進駐 加上內地近年的商場 剛才說成熟 設施又配套好 怎麼看零售市道 在這方面的競爭呢 不同的商場 其實逐步本身做安排 其實就開了 不過這商場 我相信 在那個面積位置 和周邊那些 其實都 我們有所限制 因為地方的問題 但是 有新的地方 一定是會有新鮮 市民就過去了 他們要做多些推廣 雖然 在報紙上面 見到他們又要開 但是如果 那些商場 說他們 一些吸引點 說不僅是當區的居民的話 甚至有其他朋友過去 我相信 之前我們見到大維 和啟德哥兩個商場 都很熱 大維很厲害 大維很厲害 大維那裡 網上盛傳 吃一隻雞 六百多元 過了羅湖 就是六十多元 這個姿勢是熱推的 在一項上 拍了一個餐單 所以差距 真的有一個動力 但是價錢 我觀察 內地用科技的前進度 是贏了香港的 我去過一個商場 整個商場的食肆 都是同一個手機程式 去下單 我坐在一個A餐廳 可以叫B餐廳的食物 拿去A餐廳吃的 這些我們沒有 完全沒有這種體驗 我們在這方面 是否應該學多些 科技 其實我們都大落後 一日千里 我們正在追 在立法會上 現在的委員會 希望投放二十多億 在不同的科技方面 希望可以做些學院出來 去培育多些人出來 但是簡單一點 快的話 就抄 學習 那套東西可以買到 除了科技之外 我們香港的性價比 事實上是需要努力的 其實你如果買東西也好 你做餐廳也好 你都是三個元素的 租金 人工 還有原料食材 貨品 貨品要大幅入口箱 減價的機會就不大了 而在剛才說的租金 這幾年 事實上是調節了不少的 但是浮動 就供求我的問題 你看到逆後復償之後 其實一些零售商戶 其實向你反映 他們的成本 主要來自哪幾方面 哪方面其實都下不了 成本呢 其實在人工那方面 其實是下不了 因為都沒有人 沒有人 但是租金的話 其實在不同的報章 甚至我聽到現在說 其實事實上是有調整的 有些舖 如果你看到一些黃舖 在旅遊區的話 可能200萬 租到現在60萬 其實都有的 有些跌了一半 那這個就 對於某些零售商 或者飲食商 其實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看到一些公報業職 上市公司說 其實去賺 賺到那份 因為租金 以前都是租金的舖 兩年之後 回到來 又跌了那麼多 但是在人手那方面 正如剛才 之前說 我們都要加快 輸入人力那方面 在成本 令到我們的性價 那些人經常不太明白 那個競爭力 以前我們經常說 競爭力不及其他人 現在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 去了其他地方消費 因為我們的競爭力 真的弱了 怎樣增加我們的競爭力 還有一個零售 我也有一個觀察 就是收據 我們香港幾十年 還是用那些魷魚收據 內地全部已經電子化 你電子支付員 他就說 我有一個電子收據給你了 我們也有部份商戶是這樣的 很少商戶 名店可能會給你電子收據 但是一般零售 都會給你一張魷魚單 如果你說要儲收據 那你又很混亂 自行影印都會叫你 這些是不是可以 有沒有牽頭的 推動一下電子化呢 我相信在科技應用位 都是令到成本期可以減散 這個也是之前 在上屆政府這樣說 我經常跟政府談的時候 說人手不夠 他經常都用這個借口 跟我說 科技很厲害 那些人又不是很多 為了找不到工作 第二天呢 什麼時候呢 我相信一定會有 我相信會有那些人 不過始終有個過程 真的要交快推 我們不夠的話 就要調整 科技說是會令到 其實人手是會減少的 不過沒有去到那一步之前 現在我們在中間 卡住喉嚨位 而不夠人 這裏我們就要大力去做 接下來呢 即將踏入新一年 要你們多些推動回政府 在各方面都增強我們的競爭力 令到我們零售市道又好一點 大家都開開心心 我相信遊客會一步一步慢慢過來 隨著我們的承載力和人手 希望盡快加快 令到那些酒店和機票 都可以回復過去的水平 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不同的酒店 當它一百間房 其實它不是全開了 因為人手不夠 但是它有維持的成本 可能價錢就高了 機票可能都是這樣的情況 令到一些海外遊客過來香港 其實成本 就是競爭力不夠我們 所以他們會增少了 如果當隨著人手慢慢夠滑 希望價錢調低 也會吸引到一些遊客過來 而人手對於我們的服務質素 都是很重要的 我經常說現在一間酒樓 幾百個人在這裡 只有三四個人走來走去 你叫他笑的 其實都真是艱難 所以 他都可以笑 但未必對所有人 苦笑 可能是苦笑 我們現在喝茶 自己真的喝茶 都是常態 都不敢麻煩他 因為人家做得很辛苦 所以當人手一步一步回復 而政府現在都很努力 推出很多不同的吸引點 希望搞多一些大型的城市 是更加重要的 令到周圍 就是內地的朋友都過來消費 而本地的業界 我都長期呼籲他們 在他們的能力可行之下 盡量給多一些好處 給香港市民 或者給遊客 吸引多一些 在本地的經濟 去帶動零售 飲食 後面的供應 進口等等 很多行業都可以 這個範疇 很多行業都會有機會受惠 今天和小家輝聊到這裡 祝你新一年 時事順利 聖誕快樂 大家都開心 聖誕快樂 好 好